团结政府成立以来 外界要推翻安华的谣言不曾停歇 对于最新一轮指控国盟串谋国阵逼宫的传言 首相安华表示 推翻政权的阴谋确实存在 但无法达到目的 安华说因为团结政府四大成员党 众志成成 足以挡下一切要推翻政权的阴谋 政府也会专心施政 不会理会这些妄想要推翻政权的人 虽然推翻团结政府的谣言不断流传 但首相安华并不担心 他坦言这种逼宫阴谋一直都存在 只不过这些阴谋没有成功的基础 政府会专注做好分内事 绝不会耗费心力来应付这些 一心想要推翻政府的人 对于外界盛传的倒台留言 安华没有多加理会 他还讽刺这些想要串谋夺权的人 很努力工作 几乎每个月都会想出一些新花样和策略 尝试要把政府拉下台 但索性团结政府内部关系兼顾 足以抵御任何一切阴谋 每个月都会有策略 每个月都会有策略的 这些计划 每个月都会有策略的 我们都会有策略的 最重要的是 BH,BN,GPF,GRS 包括其他人的 其他人的 但是第四个人的 法律的 法律的 很明确实 所以 终于联络联络 上个星期网络媒体的Vibes报道 国盟正游说十多名国阵国会议员辞职 已制造补选 当中包括十名曾在去年大选后 签署法定声明表示支持国盟主席 丹斯里木尤丁任相的国会议员 不过国阵主席拿督斯里安莫扎西承诺 国阵将继续支持安华政府 直到下届大选为止 继续支持国盟主席